活动讯息 漫入第三届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 从14号开始 1连4天在台中知名二轮电影院来举办 有20部国内外拍摄同志题材 与多元性别议题的电影作品 其中更有多部是荣获了柏林影展的得奖影片 除此之外 今年出版单位也首度和台中同志游行结合 希望通过民间合作 让更多人对于同志议题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网络全球重要同志影片的酷儿影展 从14号起1连4天 在台中知名二轮电影院盛大商店 而这一次将带来12场次 20部国内外拍摄同志题材 跟多元性别议题的电影作品 其中更有多部是荣获柏林影展的得奖影片 内容相当精彩 透过这些影片来看到全世界各地 多元性别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样貌的展现 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影片 让大家能够看见认识 能够理解多元性别 然后因爱而连结 因为一部好的影片一定不能光看它的名字 要看它的内容才去体会到它 它为什么要所思求 能拍出一张这么好的电影 给我们去做个人的分享 漫入第三届的台湾国际库尔营展 今年依旧是轮流在台北 台中以及高雄三地举办 是亚洲重要的多元性别营展之一 而除此之外 今天主办单位也首度跟台中同志游行联盟结合 一同宣传17号即将举办的同志大游行 希望透过民间团体的串联 让同志平权的诉求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在这个12月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话题 就让大家觉得说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的采红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是做结合然后一起举办这样子 民间所主办的一个营展 那也是一个年度的盛会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在台中呢 当地的一个也是民间所主办的一个 多元性别的一个盛会 然后大家呢今年能够一起集结来发声 主办单位也表示 营展当中所播放的同志议题影片 不只是为了同志或多元性别族群 也希望让每位前来观看的民众 对同志议题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跟正视 这就叫沉默汉海中采访不到